约伯纪第34章 约伯曾说 我是公义 神夺去我的理 我虽有理 还算为说谎言的 我虽无过 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谁向约伯喝鸡翘如同喝水呢 他与作孽的结伴 和恶人同行 他说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 所以 你们名里的人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治行恶 全能者断不治作孽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 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专心为己 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凡有血气的 就必一同死亡 使人必仍归尘土 你若名里 就当听我的话 流行听我言语的声音 难道恨恶公平的 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的 有大能的 岂可定他有罪吗 他对君王说 你是笔漏的 对贵臣说 你是邪恶的 他代王子不寻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 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 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地被夺去 非戒人手 神注目观看人的道路 看名人的脚步 没有黑暗 阴翼能给作孽的藏身 神审判人 不必使人到他面前 再三检查 他用难测之法 打破有能力的人 舍利别人代替他们 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 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 他在众人眼前击打他们 如同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道 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 达到他那里 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 他使人安静 谁能绕乱呢 他掩面 谁能见他呢 无论带一国 或一人 都是如此 使不前进的人 不得作王 免得有人牢笼百姓 有谁对神说 我受了责罚 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做了孽 必不再做 他实行报应 岂要随你的心愿 叫你推辞不受吗 选定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吧 名里的人 和听我话的智慧人 必对我说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 言语中毫无智慧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罪上又加悖逆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轻慢神 约伯纪第35章 你以为有理 或以为你的公义 胜于神的公义 才说这与我有什么益处 我不犯罪 比犯罪有什么好处呢 我要回答你 和在你这里的朋友 你要向天观看 沾望那高于你的穷仓 你若犯罪 能使神受何害呢 你的过犯加增 能使神受何损呢 你若是公义 还能加增他神呢 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 你的过务 或能害你这类的人 你的公义 或能叫世人得益处 人因多受欺压就哀求 应受能者的侠制便求救 却无人说 造我的神在哪里 他使人夜间歌唱 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 使我们有聪明胜于空中的飞鸟 他们在那里 因恶人的骄傲呼求 却无人答应 虚妄的呼求 神必不垂听 全能者也必不眷顾 何况你说 你不得见他 你的案件在他面前 你等候他吧 但如今 因他未曾发怒降伐 也不甚理会狂傲 所以约伯开口说虚妄的话 多发无知识的言语 约伯纪第36章 以利户又接着说 你在容我骗识 我就指示你 因我还有话为神说 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 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 我的言语真不虚幻 有知识全辈地与你同在 神有大能 并不藐视人 他的智慧甚广 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 却为困苦人申愿 他时常看顾一人 使他们和君王同座宝座 永远要被高举 他们若被锁链捆住 被苦难的绳索缠住 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 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 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 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 他们若听从 他们若听从侍奉他 就必度日亨通 历年福乐 若不听从 就要被刀杀灭 无知无事而死 那心中不尽钱的人 积蓄怒气 神捆绑他们 他们竟不求救 必在青年时死亡 与污秽人一样丧命 神借着困苦 救拔困苦人 趁他们受欺压 开通他们的耳朵 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 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 摆在你席上的 必满有肥干 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 判断和刑罚抓住你 不可容愤怒触动你 使你不服责罚 也不可因输家大就偏心 你的呼求 或是你一切的势力 国有灵验 叫你不受患难 不要切勿黑夜 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 你要谨慎 不可重看罪孽 因你选择罪孽 过于选择苦难 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 教训人的 有谁向他呢 谁派定他的道路 谁能说 你所行的不易 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 就是人所歌颂的 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 世人也从远处观看 神为大 我们不能全知 他的年数不能测度 他吸取水点 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 云彩将雨落下 佩然将雨是人 谁能明白 云彩如何铺张 和神行宫的雷声呢 他将亮光 吐照在自己的四围 他又遮覆海底 他用这些审判众民 且赐丰富的粮食 他以电光遮守 命闪电击中敌人 所发的雷声 献明他的作为 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 因此我心战惊 从原处移动 听啊 神轰轰的声音 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 他发响声震变天下 发电光闪到地极 随后 人听见有雷声轰轰 大发威严 雷电接连不断 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他行大事 我们不能测通 他对学说 要降在地上 对大雨和暴雨 也是这样说 他封住个人的手 叫所造的万人 都晓得他的作为 白兽进入雪中 卧在洞内 暴风出于南宫 寒冷出于北方 身虚气成冰 宽阔之水也都凝结 它是密云盛满水气 不散电光之云 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 得以在全地面上 行他一切所吩咐的 或为责罚 或为润地 或为施行慈爱 约伯啊 你要留心听 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 神如何吩咐这些 如何是云中的电光照耀 你知道吗 云彩如何浮于空中 那知识全备者奇妙的作为 你知道吗 南风是地极静 你的衣服就如火热 你知道吗 你岂能与神同铺穷仓吗 这穷仓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 我们愚昧不能沉说 请你指教我们 该对他说什么话 人岂可说 我愿与他说话 岂有人自愿灭亡吗 现在有云遮蔽 人不得见穷仓的光亮 但风吹过天又发晴 精光出于北方 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论到全能者 我们不能测躲 他大有能力 有公平和大义 必不苦待人 所以人敬畏他 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 他都不顾念 启示录第八章 高阳揭开第七印的时候 天上寂静约有二客 我看见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 有七只号赐给他们 另有一位天使 拿着金香炉来 站在祭坛旁边 有许多香赐给他 要和众圣徒的祈祷 一同陷在宝座前的金坛上 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 从天使的手中 一同升到神面前 天使拿着香炉 盛满了坛上的火 倒在地上 随有雷轰 大声 赏电 地震 拿着七只号的七位天使 就预备要吹 第一位天使吹号 就有薄子与火 掺着血丢在地上 地的三分之一 和树的三分之一被烧了 一切的青草也被烧了 第二位天使吹号 就有仿佛火烧着的大山 扔在海中 海的三分之一变成血 海中的活物死了三分之一 船只也坏了三分之一 第三位天使吹号 就有烧着的大星 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 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 和重水的泉源上 这星名叫阴沉 重水的三分之一变为阴沉 因水变苦 就死了许多人 第四位天使吹号 日头的三分之一 月亮的三分之一 星辰的三分之一 都被击打 已知日月星的三分之一 黑暗了 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 黑夜也是这样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它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民 祸灾祸灾祸灾 诗篇第八十篇 雅萨的诗交予灵长 调用为证的百合花 领域色如领羊群 指以色列的牧者呀 求你留心听 坐在二基路膊上的呀 求你发出光来 在以法连 变雅敏 马拿西前面施展你的大能 来救我们 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以赫华万君之神啊 你向你百姓的祷告发怒 要到几时呢 你以眼泪当食物给他们吃 又多凉出眼泪给他们喝 你使灵帮 你使灵帮因我们纷争 我们的仇敌彼此细笑 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 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 赶出外邦人 把这树栽上 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 它就深深扎根 爬满了地 它的影子遮满了山 枝子好像佳美的香薄树 它发出枝子 长到大海 发出蔓子 沿到大河 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 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 林中出来的野猪把它糟蹋 以地的走兽拿它当食物 万君之神啊 求你回转 从天上垂看 眷顾这葡萄树 保护你右手所栽的 和你为自己所兼顾的枝子 这树已经被火焚烧 被刀砍发 他们因你脸上的怒容就灭亡了 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 就是你为自己所兼顾的人子 这样我们便不退后离开你 求你救活我们 我们就要求告你的名 义和华万君之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便要得救